时事热点深度解密 真的可以说和他太过神似 都是一样的帅气 包高瘦瘦的样子 记得曾经王一博也晒过他和妈妈的照片 网友们惊呼他和妈妈真的是太相似 如今再晒与父亲的照片 由此可以看出王一博的爸爸妈妈非常有夫妻像 将二人最好的基因都遗传给了帅气的一博小哥哥 虽然一博小哥哥在13岁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身边 远赴他过学习自己喜欢的舞蹈 但是从一次次 王一博在很多节目或者采访中表达可以看出 一家人都是幸福美满快乐的 在这么个特殊的日子里 王一博用这样独特的方式 表达对父亲的祝福和爱意 真的让粉丝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酷盖 众所周知 王一博是一位非常话少的艺人 在很多节目中都充分地表达了什么是沉默是金这个成语 因此话少可以算得上是王一博的一个标志性特点 高冷的王一博因此也有了酷盖的称号 不过娱乐圈这个说话 会被网友们过度解读的地方 话少绝对是一张保命符 王一博外面刚刚出道的时候 就在公众场合说过自己是非常高冷的 但是还是觉得那个时候的一博小哥哥 真的是超级奶 看到就容易饭花吃的那种奶盖 但是这些年来 随着在娱乐圈发展的洗礼 王一博变得越来越出名 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忽然发现话少这张保命符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 因为作为主持人的王一博 经常要面对不一样的嘉宾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被招黑 王一博因此在节目中也很少说话 不得不说 主持人真的是一项非常需要高情商的工作 说错话就会很惨 不过王一博的话 少也不过是针对不熟的人在面对私下里相处的不错 或者出的比较久的伙伴哥哥们 他还是很正常的爱说话的 而真正要说到能让王一博变身小话闹的事情 那绝对是他热爱的运动和摩托之类 这部在前段时间录制的综艺节目 夏日冲浪店中 王一博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化身小话牢 一边手舞足蹈的向其他嘉宾们 表达自己的兴趣爱好 粉丝们都知道 王一博除了是一名演员以外 他非常热爱跳舞 乐高 滑板及摩托车 还有很多极限运动 而最近也有网友爆料 在夏日冲浪店 这段海上冲浪运动中 王一博一改平日里 沉默寡言的印象 一路笑颜如花 手舞足蹈的向别人诉说着自己的爱好 对于娱乐圈的当红艺人来说 能够在节目中放飞自我 体验真正的快乐 还真是不容易 但是对于王一博来说 参加这样极限运动的综艺节目 确实让他玩得开心 放得轻松 而对于更多的喜欢王一博的粉丝们来说 看到自家偶像能那样的开怀大笑 也非常欣慰 难得看到王一博 露出如此真诚的笑容和稚气的一面 王一博在今年的综艺节目 以及影视作品中 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看到他那么忙碌充实的生活 粉丝们也担心自家偶像 不够注意自己的身体 毕竟王一博真的太瘦了 因此 看到王一博在这档节目中 那么开心高兴 粉丝们也感到很开心 快乐大本营 作为那于最长寿的综艺之一 即将迎来23周年纪念 这个陪伴了多少人 童年和青春的灵魂综艺 近几年来也变得有心无力了 游戏抄袭 环节无趣 新助理出世 主持团队也只靠着何炯 看看撑起台面 快本确实该做出改变了 近日有网友爆料 快乐大本营要像天天向上一样 要在新综艺运动吧 少年 李选拔助理主持人了 通过最新路透可以看到 目前新助理的选拔人选友 李肖文 张延祁 吴嘉诚 马伯谦 周一轩 黄新纯 金字涵 基本都是选秀出身的爱豆们 快本用助理模主持模式 并不是最近才心血来潮 曾在2018年 节目就大胆启用 完全是新人的李浩飞和任盈松 作为主持人助理 但是两人却难以融入 快乐家族的主持氛围 站在台上徒流尴尬 他们也因此没少被观众骂 在此之后快本吸取教训 又已经小有名气的嘉宾 担任主持人助理 从深入人心出道的童卓 几乎成为了节目里 出现最多的嘉宾助理 实话说 童卓在快本舞台上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的 没有偶像包袱 能接耿抛耿 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还能偶尔展示个人才艺压场子 可谓是满足了 快本多方面的要求 但是好景不长 童卓因自己自曝高考 篡改个人信息 把自己成功作糊 导致节目连也剪掉了他的尽头 再不敢用它 快本培养了那么多期的新助理苗子 就这么黄了 于是 这次快乐大本营决定 向自己的兄弟节目 天天向上取经 学习曾经的天天小兄弟模式 准备从一堆秀人爱斗中 选出第二个王一博 比起快本 天天向上才是最命运坎坷的 芒果台老综艺 前后经历了主持人大换血 节目改版 延后播出时间等等困难 天天向上的收视率 也肉眼可见的下降了 现在节目还能够继续维持 继续做下去 除了王涵付出的心血 还有通过天天小兄弟 加入主持人团队的 王一博的一部分影响 王一博从去年大火后 便向为节目带来了一定的流量 曾经天天小兄弟里的成员 也一个接一个火了 王一博 彭玉畅 宋威龙 侯明浩 白举刚 宗顺希等等 快本这次通过新综艺 选接班人的方式 能复刻天天小兄弟的成功吗 大家对这个综艺和新助理模式 都吃不看好态度 一是嘉宾选择方面 如果说小兄弟的选择是多元化的 歌手演员爱豆都有 那么运动吧少年 可以简单的说是 瓦基基瓦和乐华两大经纪公司旗下 偶像团体艺人的团建联谊 二是节目模式 当初天天小兄弟虽然也有外景拍摄 但选拔基本是立足于 天天向上舞台的 这样也能在节目里 为新人积累舞台经验 与节目粉丝认可度 而快本这种与节目本身割裂的选拔方式 选出来的新助理 为节目的帮助可能不大 毕竟这些嘉宾的流量都有限 主持能力与应变能力也都不专业 而且临时嘉人可能会引起观众的逆反心理 但是小编觉得这样能注入 新鲜血液也挺好的 曾经吴欣和杜海涛也是通过选拔出来的 加过几年何炯为家都要快50了 让他们永远在快本舞台上活跃也不太现实 家人也好保持原样也罢 不管怎样 快乐大本营作为国民综艺 都陪我们走过了23年了 只要他还能记着为观众带来快乐的初心 那就还是观众熟悉的那个快乐的家 这 ي甚至然会是帮助不了 真正的机会 造过いる了 的 真正的镜公园 而且真正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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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